- 都一点多了 我都要饿扁了 要不我们点个外卖吃吧 好吧好吧 点个外卖吧 我也要饿扁了 今天上半天的苗哥给大家聊过 我们长沙比较奇葩的停车上 好好的停车会不停 非得把车从外面 那时候我也吐槽过停车失费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我老麦来长沙 我带了出去吃饭 走了半天我都找不到停车会 把我给尴尬坏了 所以我也在反思 我之前的观念是不是错误的 路边停车到底该不该收费 今天不要给大家现场来走返调查一下 相信对于这样的产景 大家就见怪不怪了 一条路只要修出来 如果没人管的话 又没了一个星期 基本上就被停满了 而且这个车都是无需停放 有横着停的 有斜着停的 而且还有双车并排停的 把原本不太宽的路 基本上都占掉了三分之二 现在只剩下一个车道了 尤其早晚高峰街头一堵就堵半个小时 我就问问你是什么的想法 而且我们来看看 除了部分是临时停放的 还有现在一部分 都是带着车衣的僵尸车 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正常通行的公共道路 现在变成了部分人的私人免费停车场 而这些车本来不应该长期停在这里的 它应该停进小区的停车场里面 而鲜硬的小区的停车场 由于要收费 里面却是空荡荡的 也就是说 免费的长城路 不吃白不吃 但最后受损的却是公共利益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经过规划后的路边收费停车场所 大家发现没有 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是不是停车都变得整洁有序了 而且基本上杜绝了乱停乱放的现象 要是临时办个设 应急停车什么的 基本上随时都能找到停车位 这样才符合一个文明城市的定位 如果你开车出来办事 你是愿意来这里 还是愿意去刚才那个乱停乱放的地方呢 那么路边停车位到底属于临时停放 还是可以长期停放呢 相信大多数朋友都跟我一样的想法 像城市里面 这种主杠道和四杠道旁边的路边停车位 本来就属于临时停放的应急停车场所 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禁止停车 那么你过来办个社 想在路边临时应急停个车 基本就没有可能了 即使你麻的胆子停车 也偷偷摸摸摸感觉跟坐贼似的 因为稍不留神 你就打算别操牌呀 如果采取规划停车位 免费停车的办法 那势必就会回到上一个场景的状态 路边停车位 就会变成私人的免费停车场 最后的结果是 小部分人得利了 而公共利益受损 严重影响咱们的城市形象 免费虽好 但它却很容易认为 小部分人的谈生漏 甚至因为抢车位 引发一系列的矛盾 而收费呢 确实能从根本上 改变停车资源随意占用 大量将车车占位的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 实现了路边停车资源的合理利用 所以你是支持路边停车收费 还是免费呢 虽然瞄个我 打心里也想免费停车 但是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发生充足的时候 我还是会坚决服从公共利益 所以路边停车位作为公共资源 个人是赞成收费的